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第一章八节神传说到我们要做主的见证人 见证人这个字 助解给我们看下 原本就是殉道主 这两件事为什么会临在一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学习郭昭比弟兄代表第三大主来伸言 此途其传一章八节所说的见证人也是殉道者 这边它的意义何在 此途其传的主题是说到复活基督的繁殖 那复活的基督是在升天里凭着那里借着门主为着产生重造会 神的活的繁殖 所以说我们这位基督他为了完成他天上的执事 他所使用的不是由人的教导所训练出来的 乃是一般的见证人就是这个殉道者来担注这位基督活着见证 见证这位基督的成为肉体因死实价复活生天及他的带来 所以我们要为这位基督所做的见证乃是包罗一切的 不但是要以言语跟要以生活行动来见证他的所事 特别是要见证他的复活 Amen 在行段十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说到第三日神叫他复活 使他显现出来不是给众百姓看乃是给神预先所选派的见证人干 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所以说主的见证人就是能为主救见证 这在他复活生命里是否与他同吃同喝有关 与见证人的所事有关 更与对主或属灵的事物是否有着主观的看见 并经历他的享受有关 Amen 我们里面需要和圣灵做生命 我们外面更要穿上圣灵做能力和权柄 我们借着信和凭着那灵就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在诸天的地位里面 Amen 所以说主的见证人就是殉道者 生天的基督就是要借着这些在他复活生命里 并且带着他能力和权柄的训道者将他自己扩展出去 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底 作为他新约执事的完成 所以说在使徒行政中所有的使徒和门徒 都是他这样的训道者 甚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网费在主耶稣身上千千万万的圣徒 Amen 包括在座的各位 Amen 都是主新乡的见证人 Amen 我们都是使徒行断的继续 都是主的见证人 也是寻道者 Amen 上一神在我们里面行动 这个行动成就了他的历史 也形成了我们的历史 这两个历史有了相同的历史与见证 所以说神的工作还要一直的往前 一直到活动 一直到新天新地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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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